我就是想知道 他到底是选我 还选他的前任 前任 你们没有分开吗 前前任 我们怎么联系到他呢 我给他发个消息 你们微信还没有删是吗 对啊 没删 他打来了 喂 你在忙吗 没有 我刚刚在吃饭 没看到 怎么了 可以出来见一面吗 可以啊 哪见呢 我在酒坊 那你等我一下 我现在过来 嗯 来了 那个绿色衣服的什么 我想问一下 你今天接到他电话 是什么心情啊 挺意外的 因为有段时间没联系了吧 你们还没有删掉 对方的微信吗 不删也没啥吧 放那又不爱事 他连他前前任都留着呢 前前任都留着 你们俩之前在一起多久啊 半年 半年 那你们分开多久了嘞 一个月 是谁提的分手 我 为什么想要和他分开呢 你问他吧 我肯定有挽留过他呀 但他总是在一些小事上纠结 前任的事情是小事吗 前任的事情 他总是把他前任的东西 留在家里 表现出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 我哪里有恋恋不舍呀 那东西放大就放大 又不影响我们生活 我不知道你在意他干嘛 那那个放在洗手台上 那个牙刷怎么回事 牙刷 就是我们是用的情侣牙刷嘛 但是还有一个 那个是他前前女友送的 就放在我们情侣牙刷的旁边 就是让我感觉好像 我们三个人在过同居生活 这个牙刷他又没坏是吧 还挺新的 他又不爱着啥就放着呗 看不过眼你就收着嘛 收着也就看不到了嘛 你知道就是我为什么会跟他分手吗 就是因为我丢了他一双 他前任送他的鞋子 那天搞卫生 然后看到一双鞋子就藏在角落 很脏很破 从来没有看他穿过 然后我说我好心吗 我说我帮他扔掉了 然后那天回来跟我大吵了一架 他没跟我说 他就自己做决定 那鞋子他也没问过我 他就直接丢了 你不懂那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我总感觉你好像心里有他一样 我跟你吵过很多次 你总是逃避 而且你从来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现在都跟你在一起了 既然都在一起了 在一起你为什么不能扔呢 那双鞋他的确是我前任送的 它是我青春的一段回忆 就大学毕业那会儿嘛 其实大家都没什么钱 他给我买了一双 我人心中第一双AJ 而且那双鞋 他见证了我很多成长 第一次面试呀 第一次出差 我不是不愿意告诉你 就怕你多想嘛 那我算是你的青春吗 你往那眼青春有你吗 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会有很重要的过客 谁也不能要求把回忆拿掉嘛 你们想要单独聊一下吗 其实你可以早点告诉我 因为你也知道 我不是那种很小气的人 不是我不告诉你 就怕你误会 而且这件事情都过去了 所以你是想选择过去的记忆呢 还是跟我一起面对未来 如果你们还愿意给对方最后一次机会的话 请在五秒钟之内转身 Levin 最沉默的人却害怕被打扰 Ning 孤独能干净和你找 不愿再爱情 青春有你啊 不是 那我是第几期啊 我记得 大结局 深情我真的很胆小 最孤独的人却害怕被打扰 害怕开个不溜溜值的吻笑